Hello大家好,我是雪鹿,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很多奥特曼在战斗的时候会遇到被强大的黑人力量黑化的情况 黑化之后有小奥特曼不幸死亡 也有几位因为主角光环的作用重新回到了光明 下面就跟雪鹿一起来看看吧 其实在光之国有四个奥特曼黑化过 由于他们都是主角 而且在未来的奥特剧中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所以黑化之后远古也让他们苏醒了过来 塞罗奥特曼当初被备脸黑化这一事 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塞罗黑化后还杀死了自己的小伙伴 并且当年他父亲塞文也有过黑化的经历 那是因为他穿上黑夜铠甲之后控制不住 不过这个时候远古王会派出其他的奥特曼来救援 在他们的帮助下就能恢复意识 塞罗奥特曼甚至还获得了太阳的力量呢 光之国另外两个黑化过的奥特曼 其实也是一对父子 他们就是泰罗和泰迦 泰迦或黑化也只能怪他自己没头脑 他希望获得强大的能量 结果却被脱离加利友 五头怪兽的力量彻底控制了他 泰迦也成为了拖离加的工具 幸亏几个伙伴想尽办法救他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而到了剧场版中 远古又让泰罗奥特曼黑化了 而且要他跟儿子打一架 不过按照剧中情况来看的话 后来泰罗奥特曼也成功恢复了自己的意识 另外迪加奥特曼大家都很熟悉吧 三千万年前的迪加是个黑奥特曼 他带着卡米拉三人打天下 正所谓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他们闹到奥特曼相互攻击损失惨重 而这也影响到了超古代的人类生存 大家想想奥特曼都死了 人类肯定会遭到怪兽的攻击吧 幸亏后来迪加奥特曼选择了弃安同名 否则的话他的下场也会和卡米拉他们一样 还有就是杰德奥特曼了 杰德曾因输给贝利亚 被贝利亚蛊惑而堕入黑暗 咱们试想一下 如果当初杰德没有变回来会发生什么呢 那么宇宙最强的黑暗父子就诞生了 如果说贝利亚可以单挑光之国所有奥特曼 估计杰德黑化后 这实力增长十倍不值吧 光之国仅有可能直接灭国 黑暗父子一联手 神秘4都得抖三抖 就算神秘4联手 估计也只能跟他们打个平手 大家说是不是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量了 小伙伴没有不同意见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雪鹿 喜欢的话别忘了给雪鹿点个赞呢 想看更多奥特曼资讯关注我 抢先看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